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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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中产党 周显大师 刚刚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新喜剧之王 但是我这个题目 就想说一下 我没有看的 Kavin刚刚回来 我没有看 也不会打算看 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 第一是由功夫开始 我已经不再喜欢周星馳 基本上我喜欢周星馳 是香港人的集体会 因为是一个共同价值 何岁片就是看周星馳 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 但是 我在《功夫》这部片开始 我就不喜欢周星馳 第二是 没有周星馳的电影 在我心目中 也不是周星馳的电影 他是一个导演 而不是一个演员 我觉得更加不需要去看 为什么你不看呢 由功夫之后的周星馳 我就觉得 不是好笑的周星馳 不好笑的周星馳 在我心目中 是一文不值的 周星馳为什么要看呢 我和香港人很一般 就是好笑的 但是功夫我已经觉得不好笑 功夫是连少少笑的感觉都没有 他以前不是没有差的电影 譬如制功也很差 我记得 我觉得走运一条路 其实很一般 但是问题就是 起码有些位置是值得笑的 百变星馳 反而有些位置 但是他整套电影拍得烂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但是功夫就是开始不好笑 不好笑的周星馳做什么好看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所以新喜剧之王 我也不会觉得 我说少说中产回应 因为你的观点是不错的 但是我有另一个角度去看 你说没有了周星馳的周星馳 也挺好看的 那我的外国的对比 就是Woodie Allen Woodie Allen 不是旺角的Woodie Allen 真的 不是MKWoodie Allen 不是MKWoodie Allen Walk MKWoodie Allen 都挺好看的 老实讲 真的有Woodie Allen 真的Woodie Allen 真的都能够不管 真够Woodie Allen 那么我年龄大 Boys 小时候就看 dingen 演技巧 且能够留在 到90年代 已很烦拍 加上EWoodie Allen 最大的问题 就是Woodie Allen 所说的 誰知你會弄自己的樣子 暴貌岸然在銀河上 銀河下你就是一個人生 對,很沒有說服力,不想看他 於是乎到了差不多 Match Point 程度的性分 他開始轉移陣地 去歐洲拍攝,不出自己的樣子 他不出自己的樣子反而好 但你看得到他的電影 都是Woody Arning的戲 他找一些演員選角選得好 你一看一部電影,就知道是Woody Arning電影 但就看不到Woody Arning的樣子 於是乎那些人又看得開心 他後期有幾套 票房、影評都是不錯的 這就是和周星馳的不同 周星馳的電影 他自己不出樣子後 他都頗要求那些演員 做回他的演技出來 可能他選角問題 又或者他演技太好 首先我先說一件事 對比就是和Woody Arning是不同的 第一件事 周星馳在他有他的時候 他都要求那些演員做他的演技 很多很明顯是他的演技 即是以前的早期 不是早期,他早期就不同 他早期的戲很爛 他入了華盛之後,電影就開始好 再離開華盛之後 他的戲就開始增加了藝術性 但說Woody Arning 其實我從來沒有喜歡看Woody Arning的樣子 我也不喜歡Woody Arning的樣子 所以他換了他的樣子 可能一開始就換了他的樣子 就已經更好 但我們真的喜歡看周星馳的樣子 那就是問題 Woody Arning以前得的戲 就算換了另一個人做 你都會覺得很好看 你不是特別想看他 周星馳說我們真的很順利 不知道為什麼走出來 就算他完全沒有心機做 天王之王二千,目口目面 沒有心機做 完全是亂來的 雖然我很尷尬 但唯一一看就是長好夢 張家斐都說 張家斐好戲好笑 我很喜歡你張家斐 一拍拍張 張家斐現在是一個好的演員 大家都覺得 千年重是很好笑的 但無論如何 周星馳和張家斐就是不同 我喜歡看周星馳 就是這樣 但那套戲我講一講 那套戲因為王精自傳說過他的 王精自傳說過他的 然後就說周星馳那套戲做得好戲 他根本就不想來 他是給面子老闆才來客串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那套戲 我講為什麼 我一看這套戲 我就是 我投入了周星馳那件事 你最初的時候 他很開心接這套戲 你告訴他 做千王之王二千 他想 哇厲害 張家斐做劉德華 我做周星馳 是不是走出來怎樣 你一看這套戲 大哥來到這樣 整件吳君如過來的 你一看這套戲 那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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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喜事 本來他跟張國榮那個角色 你看王八明講 是這樣的 他一去去去去 張國榮的角色是小生 他是醜生 他就是不做醜生 他做小生 他做第一男主角 所以他搶到 你看家有喜事很奇怪 他到最後都有一個對白王 就是他跟張國榮的角色 他做了張國榮的角色 他做了張國榮的角色 張國榮做了他的角色 是 其中有一個對白 就是很奇怪 周星馳 有一個對白王 就是很奇怪 其實他那個 就是周星馳的角色 所以他應該 周星馳對毛頌軍 周星馳對毛頌軍 張曼洋對張國榮 周星馳是怎樣 那一調轉了 他就要做小生 所以他拍到 你看以前的人 他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全部醜生 拍莫少聰 人家莫少聰做小生 拍張鶴 有很多張鶴做小生 他做過醜生 對嗎 人家一來到周星馳 一被華盛去做 不行 他拍到最漂亮的 張敏、張曼洋 拍到全香港林青霞 最潮的女兒 第一林青霞 就是他知道的位置 現在你一給他一見 吳君如他 他就知道你只是整個他 你只是放在場台 他當然沒有心機做 那一場戲 你看看 那一場戲拍得多好 就是他脫了衣服 扮李小龍 他扮李小龍 他有心機做 他不是整個都沒有心機做 他那一幕扮李小龍 那一幕有心機做 因為那一幕他覺得要演戲 他覺得要演戲 那一幕是他心機 其實王晶這樣說是不對 王晶是放在他上台 而他那一幕是他去反抗 他去反抗 你覺得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是整股的 你放在他上台 你過了周星馳的行動 其實那一刻的時候 所以我很小心去研究周星馳 今天我們可以說回 唯一一個有看新喜劇之王的周顯大師 為何特別要說這部電影呢 其實因為我昨天說太喜歡周星馳 所以我想說周星馳 應該是多多少少都會有些人看一看 但我們應該另外一集才講 因為你已經講了七身足 你講完為什麼 你有沒有回應呢 對我們的看法 是不是香港人應該 一種放棄周星馳呢 周星馳我曾經有想過 有很多導演 我都覺得過了戲 例如黃晶 以前黃晶的戲是好看的 現在黃晶的戲就沒有看 黃晶的戲很奇怪 黃晶的戲很奇怪 我說他從來沒有看過 但他很多時候會沒有心機做 他沒有心機的戲就很嚴重 但我只是說回 你以前最佳的戲就是好笑 現在你拍的什麼 賭神風雲就是不好笑 我這樣講 黃晶是這樣的 黃晶那時候 華盛說 他自己跟我說 他跟黃晶說 如果你這部電影不行 尤其是賭神 我抱你一齊 大招呼你 就是這樣夾他的 他就會做什麼 但是他很多時候 過得他的骨 就會亂來 直到他有些戲 拍得叫龍在江湖 有些拍得不錯 那些戲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事實太不好 所以他要做什麼 我想說回頭 你說黃晶OK 但我想問回 剛才你同不同意 Henry那些 他就說 因為他喜歡看笑的周星馳 你在參與電影工作 你覺得不同階段的周星馳 會不會之前有些不同的參與 他主導越來越多的時候 反而沒有那麼好看 還是怎樣 這樣說 他有很多個因素 他頭那一段 就拍了很多爛氣 就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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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聖 那些很爛的 他簽了華盛之後 就拍一些很好的商業片 就是純商業片來的 但是華盛的位置 是很準的 跟著他自己 離開華盛之後 他再拍一次 就加了藝術承範 拿了什麼承範 但是那些位置就不準 那時候他的電影 那些例子給大家聽 因為大家可能不記得 哪一部電影是華盛有份 他拍到《大內脈探零零發》 之後就沒有華盛 然後他就拍《月光寶俠》那些 他那時候是劉聯紅支持的 那時候是劉聯紅支持的 回運夜是誰的 最後他應該是自己 還是什麼 他那些就多了藝術 其實現在看下去的時候 那些電影是拍得有深度一點的 但問題就是技術是好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那些電影 那一堆電影來講 他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收入性 所以後來那時候就沒有那麼收得 後來他幾套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收得的電影 開始之後 大家就有了reservation 就開始拍《王精》那些就開始難很多 就是再拍《千王之元王》 《二千》 《百變星龜》那些就難很多 Henry你說你喜歡看 《功夫之前》的周星馳 譬如剛才你大師說 都有幾個階段 你是喜歡看《華盛》那段時間的電影 每一段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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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重點是 我剛才還沒講完的地方 就是 周星馳的片 你現在看都會覺得好笑 有很多年輕人看周星馳的戲都好笑 但是你現在的年輕人 你看看以前高志森和王精的戲 他們可能已經不懂笑 就是那個分別 喂 大哥 周星馳你用回舊的那種方式拍法 你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其實不用變 你不需要變 黃精用回以前的方式 就是O 高志森你用回以前的搞笑方法 就是不要笑 現在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要變 這個就是我想帶出的東西 他沒有變 他是有變的 不是 奔夫之後的周星馳 已經不再去之前 這就是周星馳的問題 還是跟他合作的問題 不是 長歌之後他根本就是想拍文藝片 長歌之後 那些不是叫變 他想拍別的戲 但是後期的時候 他也是用回 但是沒有了周星馳就是周星馳 你就只要想 少林足球 當然沒有了周星馳做 就整班田雞是這樣做 那就是那些 他的要求 其實真的說過 周星馳是經過嚴格訓練 你沒有了周星馳 你就等於到 你上足球 都是好笑的 你都不能說不行 但是沒有了周星馳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周星馳 你會覺得 有些演員是無可替代的 所以你說 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裡